《國家氣象臺》發布預告 由於上週的高溫 內華達塞拉山脈積雪快速消融 流入優勝美帝國家公園的河道內 氣象學家預計本週三 梅塞德和河水會出現漫過河岸的現象 美國航空航天局近日發表了 關於內華達塞拉山脈積雪調查報告 顯示2017年內華達塞拉山脈的積雪量 接近歷史最高值 但是近日氣溫升高很快 目前內華達山區的氣溫達到往年7月份的氣溫 因此 積雪的消融也比過去快 大量消融的雪水流入優勝美帝國家公園的河道內 氣象學家預計本週三 梅塞德和河水會比河岸高出1英尺 氣象學家也警告游泳愛好者 由於雪水比往年要多 其他一些從內華達山上流下來的河流 水溫會比平時低 水流也會比平時要大 所以前去游玩的遊客一定要注意安全 新唐人記者景雅蘭綜合報導